在叙利亚问题上,邻国土耳其最关心的是库尔德武装问题。 本月12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即将对叙利亚诱发拉底河东岸地区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发起新一轮军事行动。 昨天,也就是16号,埃尔多安再次表示,将继续打击叙利亚北部的人民保护部队,埋葬这支背后由美国支持的武装。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我们是不是发动过橄榄枝行动?我们是不是出兵过阿富林地区?我们是不是曾派兵到新加尔山?我们一直在打击恐怖分子。 我们要将他们埋葬的他们自己挖掘的战壕里。 土耳其的新节库尔德武装。 埃尔多安提到的恐怖分子,其实是指活动在叙利亚北部的人民保护部队,土耳其认为他们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 土耳其一直把库尔德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并时刻提醒警惕这一武装,延续土边境扩张势力,为打击库尔德武装。 土耳其自2016年以来,先后发起又发拉底盾牌和感染之军事行动,越境进入叙利亚。 目前,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富林地区和北部的巴布地区都在土耳其控制之下。 近几个月以来,土耳其还多次向土耳边境地区增兵,土耳其行动计划令美土关系趋紧。 然而美国把人民保护部队看作打击极端组织的有效地面力量,并对库尔德武装提供大量支持。 这引起了土耳其的强烈不满,曾多次要求人民保护部队撤出慢笔记。 今年6月,土耳其与美国签署关于慢笔记安全稳定问题的合作路线图。 这份路线图对人民保护部队撤军慢笔记及其后的政治安排,制定了三步走计划。 虽然从11月1号起,土耳其军队已经开始在慢笔记联合巡逻,但人民保护部队并没有从那里撤走。 欧盟呼吁土,不要对库尔德人动武。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的消息称,欧盟呼吁土耳其,不要对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武装,采取军事行动。 当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林尼发表声明称, 欧盟希望土耳其不要采取任何破坏打击极端组织织努力的行动, 也不要采取可能对叙利亚稳定造成更多威胁的行动。 第83集团军某特战旅开展散将实跳训练, 外景地方专业散将教练教学独训,提高了训练滞效。 除为登机前地方散将教练,给特战队员讲解动作要领。 肖腾搭设,新华社郑州12月16日电, 刘晓红、于博,第83集团军某特战旅,日前开展散将实跳训练中, 他们外景多名地方专业散将教练教学独训, 拓展散将教练来源,丰富了特战队散将训练方式, 提高了训练滞效。 华北某机场,完成最后一次地面散包检查后, 特战队员依次登上直升机, 地方教练分工协作, 为特战队员散将做好全方位保障。 机舱内,负责投放的地方教练为官兵再次讲解跳伞动作要领, 并不断缓解队员紧张情绪。 飞机抵达预定高度, 伴随指令下达, 特战队员在地方教练指挥下, 按照动作要领依次跃出机舱。 请客间, 天空绽放出一朵朵散花, 负责地面引导的地方教练指导特战队员调整散距, 修正方向, 确保精准着陆。 散将训练结束后, 地方教练还结合训练路向。 科学分析, 每名特战队员存在的问题不足, 有针对性的指导队员制定个人训练计划。 这次散将实跳训练中, 他们邀请的地方教练都是长期从事各种散行跳散教学的专业人士。 据了解, 这个旅调整组建一年多, 积极拓展事业, 想方设法招贤那时, 不仅邀请军类特战兼兵专家教授祖训, 还主动邀请地方专家和专业教练开展培训、祖训, 提高训练滞效的同时, 培养了一批特战祖训教学骨干, 低空散架, 下落时间短, 危险系数高, 祖训难度大, 邀请地方教练, 既确保了散将训练科学安全, 又培养了骨干, 积累了经验, 为部队全面展开实战化散将训练, 奠定了坚实基础。 旅副参谋长楼天胡说, 通过外请地方散将教练教学组训, 这个旅已出居自主组织散将实跳训练能力。 第八十三集团军某特战旅开展散将实跳训练, 外请地方专业散将教练教学组训, 提高了训练致效, 图为地方散将教练正在检查散具, 肖腾搭设, 第八十三集团军某特战旅开展散将实跳训练, 外请地方专业散将教练教学组训, 提高了训练致效, 图为特战队员依次登机。 肖腾搭设, 第八十三集团军某特战旅开展散将实跳训练, 外请地方专业散将教练教练教学组训, 提高了训练致效, 图为月出机舱前, 第八十三集团军某特战旅开展散将实跳训练, 外请地方专业散将教练教练教练独训, 提高了训练致效, 图为特战队员月出机舱, 肖腾搭设, 第八十三集团军某特战旅开展散将实跳训练, 外请地方专业散将教练教练教练独训, 提高了训练致效, 图为特战队员在空中操纵向洛散, 肖腾搭设, 9月21日上午, 由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和海军共同组织, 国家海上卫生动员中心承办的海将召唤 负20118海上医疗救护拉动演练, 在海军邓市昌舰拉开序幕, 来自全国10省市的60名医护人员登舰参训, 此次演练旨在统筹地医疗资源, 提高应对未来海战场的救援能力, 据演练负责人介绍, 为让地方医务人员, 使用海上医疗救护环境, 演练采取授课和观摩讲学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技术与勤务相结合, 分链与核链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实施, 记者翻阅演练方案发现, 此次演练主要分为卫生动员力量紧急拉动和跨海区海上医疗救护演练两大项内容, 后者主要包括海上卫生勤务常识和海水浸泡、 火药烧伤、贯通伤等主要海战伤特点教学, 以及救治基础训练和紧急治疗、 医疗护理等检验性演练, 加强应急应战相结合的海上卫生动员能力建设, 是国防动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贯涉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增强处置海上重大突发事件能力的实际举措, 国家海上卫生动员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地方医务人员适应对未来海战场医疗救援的重要储备力量, 射箱演练正是为了让他们对接海战场走向海战场, 在未来用得上的时候发挥战斗力, 近年来,国家海上卫生动员中心, 努力探索海上医疗救护拉动演练模式, 自2005年在大连成立首支民兵海上医疗救护分队以来, 以依托海将召唤系列演练, 先后为23个省市自治区, 培养储备了1600余名海上卫生动员后备力量, 石宁宁、刘征鲁,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外务省相关人使19日透露, 日本政府18日通过莫斯科的外交渠道, 对俄罗斯军方在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 千岛群岛新社士兵宿舍提出抗议, 日方称这与我国的立场不相容, 根据此前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 在南千岛群岛的柴桌岛和国后岛上各建造了两座军营, 圣诞节期间就会安排军人家庭入驻, 俄军方还称, 俄罗斯去年已启用在当地的两座新军营, 明年还将再建三座军营, 日本所谓北方四岛, 俄罗斯称为南千岛群岛, 位于俄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 俄罗斯在1945年二战结束时, 实际控制了南千岛群岛的国后, 柴桌、池武、瑟南四岛, 但日方称, 这些岛屿属于日日, 俄日因岛屿的归属问题争议严重, 双方至今为地节和平条约, 日本经典动画片龙猫, 诞生三十年之后, 其修复版终于在中国大陆的电影院上映, 这部由吉普利工作室Studio Ghibli出品, 动画大师宫齐骏制作的动画电影, 讲述一对姐妹与龙猫和其他森林奇物的故事, 虽然电影在中国早已经有大批粉丝, 但它从来未在中国大陆供应, 很多中国观众过去都是通过DV电影碟, 或者盗版下的观看这部经典, 而龙猫也是吉普利工作室在华供应的第一部作品, 对中国来说, 政治永远是排在电影前面, 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洛斯典Stanley Rosen向BBC表示, 一部日本电影是否能够在中国上映, 常常取决于两国在政治上的关系, 当下两国关系有很大改善, 于是就有很多中日合作的产品, 包括动画片, 在中国, 由于与战争历史相关的记忆, 人们对日本总是多少保留着某种怨恨, 洛斯典表示, 龙猫的导演宫齐骏, 一直公开批评日本的侵略战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